中國第一套 念得出來 但小學二年級對郵票有值多少 就是寄信的東西 就是貼著 就是要付錢給郵差的 那你怎麼會知道 就是書上看到的 那有用過嗎 或者爸爸媽媽 沒有 個人上面沒有在使用 除非是公務上面 這些都是啊 那個年代貼的 這是民國七十二年發行的嘛 七八零年代的記憶伴隨成長 最少也三十幾年了 對啊 十幾歲啊 自己有在玩 有在收藏 你會覺得有感情 這些都是我的收藏 就真的是你 對 沒錯 我自己的 誰都碰到 林秀英 五十八歲 極由興趣高中持續至今 這個是三七五檢豬 這個造林保林 這些東西都是收藏 要在收藏 然後這是總統府 但這個價錢都不便宜 好幾萬塊都有啊 就是你要買到你喜歡的 從極由迷到跟先生 經營這間郵壁社 最有時代感的 就屬清朝郵票 大清帝國他們發行的嘛 然後他就是用一些圖騰啊 或是一些龍啊 或什麼的 然後去把它呈現出來 這個持售票 只要郵票發行的時候 你都要去台北郵局 北門總局去排隊 然後那個排隊 就是一圈又繞一圈 清晨四五點 你就看到一大堆的 一些老伯伯啊 或是大家都去排隊買郵票 那時候是很瘋狂很瘋狂 走過昔日極由盛況 如今隨著科技發達 郵票的使用率大大下滑 也因為有一群遊遊 讓背後的故事得以流傳 大家新聞消息 謝謝徐英豪 台北報導